地产开发贷增速大幅下滑 央行回应融市关系 联明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兰 10月15日表示 近期个别大型房企风险暴露 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 出现了一致性的收缩行为 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这种短期过激反应是正常的市场现象 针对这些情况 联明银行银保监会已于9月底 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 指导主要银行准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政策 保持房地产信贷平稳有需投放 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